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超过一半的地方政府削减了2024年的增长目标 高峰困扰 香港豪华房地产业主转向昂贵的私人贷款 中国加快推进本土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 因为英伟达的供应中断正在扩大 中国对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公司的违规行为罚款29.7万美元 中国世界领先的黄金热潮显示了其他投资失去光彩的情况 请大家收看 中国超过一半的地方政府削减了2024年的增长目标 日经亚洲 根据中国媒体机构财新的分析 中国超过半数的省级政府在2024年设定的GDP增长目标较去年有所下调 这些目标在4.5%至8%之间 是地方政府在年度立法会议期间公布的 这些较为保守的预测 反映了许多地区未能实现2023年增长目标后的谨慎态度 中国以后复苏不平衡 面临着长期的房地产低迷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国内需求疲软等不利因素 高峰困扰 香港豪华房地产业主转向昂贵的私人贷款 在利率上升和本地经济缓慢复苏的情况下 香港的困境开发商和富裕家庭正转向私人信贷市场寻求贷款 私人信贷借款人提供的贷款价值比商业银行更高 这使得他们成为借款人的有吸引力的资金来源 尽管利息成本更高 根据数据提供商Pretion的数据 包括香港和中国大陆在内的亚太地区的私人信贷资产类别 预计到2027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 由于公共资本市场停滞不前 银行对贷款持谨慎态度 私人信贷市场在过去10年中扩大了3.5倍 中国加快推进本土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 因为英伟达的供应中断正在扩大 日经亚洲 由于美国的出口限制使得中国的人工智能 AI公司越来越难以获得英伟达的关键产品 他们正转向国内供应商寻求芯片 总部位于美国的英伟达此前在中国的AI半导体市场 占据了约90%的份额 但出口限制使得阿里巴巴 腾讯和百度等公司 不得不争相寻找服务器芯片 虽然华为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替代供应商 但人们仍然担心 它的产品能否达到英伟达芯片的性能水平 中国的芯片制造商 海光信息技术和摩尔县程技术 也希望从这些限制中获益 中国对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公司的违规行为 罚款29.7万美元 南华早报 中国央行对6家信用评级公司进行了罚款 其中包括标普全球评级的中国子公司 标普全球评级中国被罚款212万元人民币和29.7万美元 罪名包括未按合法程序和规定开展信用评级业务 其他受罚的公司包括远东信用 中国联合信用评级、中诚信评估、上海辉煌信用评级与投资服务 以及中国诚信国际信用评级 罚款金额从390万元到769万元不等 中国世界领先的黄金热潮显示了其他投资失去光彩的情况 南华早报 中国已超过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珠宝消费国 这是由于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 对避险资产的需求增加 根据世界金融协会的一份报告 中国在2023年的黄金珠宝消费量达到630吨 比去年增长了10% 报告指出 疲软的人民币、不稳定的政治环境 以及波动的房地产市场和股市 是导致更多中国人将黄金视为保值手段的因素 在中国 对金条和金币的投资也大幅增长 2023年增长了28% 达到280吨 一些香港的餐厅和酒店 希望通过梅西的启发来提振业务 南华早报 香港的餐厅和酒店 希望能从足球运动员梅西 和他的球队迈阿密国际队的访问中受益 旅游业呼吁举办更多体育赛事 以促进经济 因为这些赛事可以鼓励旅游 并产生积极的媒体报道 预计每天会有约4万名观众 到体育场观看比赛 旅游业立法会议员邱博亮 建议退出套餐产品 包括体育赛事门票 当地景点和酒店住宿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最新鲜 有趣的新闻内容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要点 首先 中国超过一半的地方政府 削减了2024年的增长目标 这反映了许多地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谨慎态度 因为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包括房地产低迷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国内需求疲软等 这也提醒我们 经济发展需要稳定和可持续 而不是仅仅追求高速增长 其次 香港豪华房地产业主转向昂贵的私人贷款 在利率上升和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 开发商和富裕家庭正在寻求私人信贷市场的贷款 尽管利息成本更高 但私人信贷借款人提供的贷款价值比商业银行更高 因此吸引了借款人的关注 这也反映了银行对贷款持谨慎态度的现状 以及公共资本市场的停滞不前 另外 中国加快推进本土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 由于美国的出口限制 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越来越难以获得英伟达的关键产品 因此 他们正在寻找国内供应商 这不仅是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一次挑战 也是对中国芯片制造业的一次机会 虽然还存在一些技术和性能方面的问题 但中国的芯片制造商将努力填补这个空白 此外 中国对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公司的违规行为 罚款29.7万美元 这再次提醒我们 信用评级机构在评估企业和债券的时候 应该遵循合法程序和规定 确保评级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最后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珠宝消费国 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 中国人对避险资产的需求增加 黄金成为他们的首选 人们对黄金的投资不仅限于珠宝 对金条和金币的需求也在增长 这反映了人们对稳定资产的追求 也给中国的黄金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 以上是我对今天新闻的总结和分析 需要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观点 现在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和看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